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从日本来的 如小提琴家大夏西洋 我在德国的Flybar 跟瑞士的Bazer 学习巴洛和小提琴 我目前就在台湾 我是微光古月级的音乐中间 其实小提琴的祖先 一开始从阿拉伯来的 Ribab 这个Ribab 传到欧洲的时候 变成乐器教授Rebek 然后慢慢转到这个乐器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中世纪提琴 Medieval Fiddler 然后慢慢转 转变这个样子 就是巴洛克小提琴 这个乐器是中世纪提琴 Medieval Fiddler 这个乐器有五条弦 然后看起来很像中提琴 它的琴角是比较平 所以很容易可以拉和弦 然后可以帮奏歌手 或者是我也可以自己拉一个舞曲 MING PAO CANADA 今天的主角不是这个中世纪提琴 其实是这个乐器 巴洛克小提琴 那我从明显看得到的时候开始 我们通常有放塞托跟检点 所以我们的Posture姿势也有一点不一样 那怎么放呢? 我们有很自然的检点 这边SOUGU SOUGU上面放巴洛克小提琴 然后这个角度也有一点不一样 通常现代小提琴的塞托在左边 但是我们拉巴洛克小提琴的时候 我们的头靠近小提琴的右边 这样子 除了塞托跟检点以外 有很多不同的桥权的差别 巴洛克小提琴之旁 比现代小提琴的还短 清净 比较厚 比较短 巴洛克小提琴的轻角 也比较平 然后 很重要的点是 旋 就是羊肠旋 从动物 比如说牛 或者是羊 的腸子 做的羊肠旋 当时巴洛克时代 大部分的音乐 没有那么高的巴位 或者是他们不用那么高的餐厅 因为大部分的餐厅 不是现在看到的很大的音乐厅 就是在教堂 或者是在宫廷 在家庭 所以他们不用那么大声 对我来说 拉奏的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 刚选 我拉的时候的感觉是比较滑 但是拉奏巴洛克的选 这个羊肠选的时候 我感觉到很多摩擦 然后放音 我从这个羊开始 这个羊是 我拉奏中世纪提琴的时候 用的中世纪提琴公 这个羊的结构是很简单的 我拉的时候放这个木片 如果我感觉到餐厘不够的话 我可以拿小小的纸片 加进去 这样子 就是中世纪的公 还有 古小提琴有很多不同的公 比如说 这个公是 早期巴洛克的公 这个公 跟 现代的公 比较像 这个是现代的 然后 巴洛克公 很短 公间 很短的 然后大部分的 巴洛克公的 公间 全部 短 我们看一下 就是早期巴洛克 就是后期巴洛克 后期巴洛克的公 也有很多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model 然后 我们还有 这个公 这个很像 现代小提琴的公 那 这个也是 历史公 就是 古典的公 我们说巴洛克音乐 但是巴洛克音乐里面有 很多不同的style 很多不同的风格 所以每一个风格 或者是每一个作品 要求不同的公 比如说早期巴洛克 当时的 装饰音叫做 Dimination 用中文说 简直变奏 好 那我们 用这个公的话 简直变奏 可以很绚丽的 拉走 这是后期巴洛克的公 这个公 比 这个早期巴洛克公 还强一点 然后形状也有点不一样 这个早期的公很 简直变奏 这个也是 但是 这个公比较平行 所以 用这个公 我可以拉 很多 solo somata 比如说 Corelli 或者是 Baha 之类的 后期巴洛克的东西 就是 Corelli 这个形状我们可以拿到环美的Messari Voce 这个Messari Voce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Balloc时候的音乐的概念跟现代的有一点不一样 做曲家或是理论家文献里面每次说 我们小提琴家或者是音乐家、演奏家要模仿很好的声音 或者是钟的声音 很自然的感觉 Messari Voce是什么? 就是从小声开始 然后中间大声 然后也续小声 一个很大的Crescendo 然后的Crescendo 我们用当时的乐器 然后当时的方式演奏的话 我们可以贴近做曲家本人的意识 他们想要或者是他们想象的音识 我们可以表达他们真正的音乐 拉奏Balloc小提琴 不是 那Balloc小提琴 拉奏Balloc音乐而已 其实我们要研究很多不同的音乐背景 或是历史文献 怎么放 装饰音 风格是什么东西等等 所以这个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课乐研究是很久的 很大的一条路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对Balloc音乐 或者是Balloc小提琴有兴趣的话 在台湾也可以学到 我们维光谷月集每年两次 夏天跟冬天有工作坊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工作坊 认识Balloc音乐 Balloc提琴的人 那今天的Balloc小提琴介绍到此边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好 嗯 好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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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